啊 我重申了 在我重申之前有一个声音跟我说 这一世你是一个房产中介 好好把握住机会吧 果然是房产中介 你看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多大 还是二层楼的小洋房 看一下手提箱里面 OMG 36500 这应该是我的创业基金 是吧 太不见 重申我们还带了可乐薯片和甜甜圈薯条一起重申的是吧 那也行 好 下一楼看看 怎么说 我们家里还有猎枪啊 哇 一定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地图 有赌场 有王府井 还有三里屯 OMG 小澳门北京 哎 我们家里怎么还有其他人啊 你是谁啊 还是一个美女 还跟我同吃同住 那他就是我的对象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他的照片 为什么没有我的照片呢 看来这个关系应该没有那么好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解锁技能 抚摸一条狗 增加一点运气 还可以聘请律师 那我们就要干嘛呢 现在去做公交车 选择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家门口不是有车吗 这车开不了吗 那那那这样吧 那行吧 我们坐公交车吧 门口就是公交车 我们看看可以去哪啊 我们可以去赌场 让我们的这个初始资金翻倍 或者说我们去马匹商店 购买一个购买一个交通工具 是吧 或者说去这个三里屯五道口 王府井逛一逛 我觉得这样吧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还是先好好工作 我们去这个 五道口 我们过去只要五块钱 这个路费很便宜 这个就是五道口了是吧 我怎么寻找房屋啊 这个大哥你是干嘛的 你房子卖吗 我还不能跟他说话 好家伙 我们再来 这个哎呦 这个大哥走路很有特色啊 嗨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吗 今天过得怎么样 城里有什么新闻 你刚到是吧 那没事了 行那你肯定是需要刚到的人 他需要租房子 所以说 这这个地方全是市场 朋友们怎么就到三里屯了 这个这个也太快了 朋友们 刚刚我们不知道的王副锦吗 哎 这有个大哥站在他门口 你是不是要出租你自己的房子 二层房子比我们家还大呢 哎 你跟刚刚那个人是不是 双胞胎啊 他是不是你弟弟啊 你把你房子租给他呗 他要为这个房子聘请一名 房产中介 一个月要四万七啊 你他去抢吧 哦 他这个地理位置好 靠近学校 靠近城市 就是有点脏脏的 那个那个太贵了 我给你讲个价 怎么样 讲个价 我不能跟他讲价 我现在都不能跟他讲价 这么夸张的吗 这个地方的人 如果说四万多一个房子 哥们真的租不起 我这个初始资金完全不够 这个老大爷的这个房子 你这个房子稍微小一点啊 比他的那个应该会便宜一些吧 中间距离脏脏的 然后呢 只要一万六千八百二四 呃 这样 可以讲价了 他一万六的话 我给你出个新的价格 一万二 怎么样 四千块钱 你又没有家具 我 好好好 那 那我们再给一个新的优惠吧 一万四 怎么样 因为我到时候肯定会给你买新的家具的 你这个出租的价格更高 一万四 软四 怎么样 哦 他接受了朋友们 然后我有新的技能点了 八个技能点 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解锁 这个要五十点经验 什么都不能解锁 那我现在拥有了这栋房子了 我要怎么把它租出去呢 我还得把这个房子清扫干净 朋友们 oh my god 对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一点 这个样子我们出租 会更 租 oh 墙纸 oh 刷干净 清理这个还是很快的 我说实话 而且这个房子的格局怎么感觉 跟我们家那么像呢 这个 oh 好恶心啊 这个墙上的 海绵擦一擦 海绵擦一擦 好 我们现在这个房屋的 他告诉我了平均的租金是1758到2100 oh 我们越干净 他的这个平均租金就会越高 我们把这个杀虫剂把这个小虫子给 杀干净 好吧全部被我吃掉了 小虫子 但是这个墙纸有一些脏脏的 无所谓了 好吧 再把这个东西给擦干净 应该就 整个房子就干净了 二楼 二楼应该还有一些脏脏的 我们去二楼再看一下 一 垃圾 垃圾 但是这个地方没家居啊 还有4%很脏 啊 我觉得已经清理的很干净了 哪里脏了 根本看不出来脏的痕迹啊 这个有个ipad 怎么还可以买加密货币啊 朋友们 我们可以买股票 这么夸张 这个游戏什么东西都有 我能不能买一些家居啊 清洁剂 保洁公司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让人来这个地方保洁网络 房号343 哦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东西 放到广告下面去 这个地方 呃平均价值我们那我们就2000 2000一天 算是什么价格呢 还可以 那我们就2200一天 哎 这个怎么样 可以吧 怎么为什么 到城市学校的距离非常非常远了 还得给这个房子拍个照片啊 我们给这个房子拍点照片挂到网上啊 好吧 对吧 这个外部的照片 啊 内部的照片很干净啊 就是没有家居而已 还给开闪光灯 拍个大全景 好了 把照片给贴上去 无敌了 这房子啊 第一招换成这个 无敌了 我怎么才能知道 有人会来出租我的这个房子呢 那这样吧 我们在加密 我我我早知道刚刚买一点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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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密货币了 我看一下啊 买买买这个吧 狗狗币 这个狗狗币啊就是怎么说呢 多买一些 狗狗币 还没怎么涨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比特币 把这个 我好像钱包里面有这些币 我给卖掉一些 给卖掉一些 哦 我也把这个卖掉 我给把这个最贵的全部卖了 清仓了 好吧 然后我全部买这个狗狗币 朋友们 等这个狗狗币 涨风的时候我就转 转转 转马了 转马了 OK 今天感觉什么都没干啊 也不今天不是什么都没干吧 我们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了 对 以及 我我们 炒股票了 然后现在回家睡觉 天黑了 外面已经没人了 我这房子怎么租出去呢 我发布了这个广告 虽然也不需要广告费吧 希望第二天有人来租我这个房子 那我回家了 在家办公 我家门口怎么有一辆车 埋在地上了 太夸张了 我看看 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解锁一些技能了吧 可以解锁一个狗狗的技能 可以花500块钱买一个狗窝 太抽象了 即将推出全机活动 那我回家睡觉了 今天过得还不错啊 那我在 我 我就直接睡觉了 今天一天工作确实有点累了 好了 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看一下我们这个股票 对吧 没准涨疯了 我还赴税了 天呐 看一下 平板有人给我发邮件了 好的 账单是吧 网络 广告活动 怎么没有人来租房 房子呢 再看一下我的网络钱包 加密货币 我买的时候是多少 你看一直在涨 这个反而跌了 oh my god 朋友们 我就是理财天才 我理财天才 哦 就这样吧 今天先出去上班 去到我那个唯一那栋房子那个地方看一看 去到这个 武道口 这只狗是不是我可以摸摸你了 我要买个狗窝才能摸摸你 行吧 我先去我的那个房子去看一看 33号房子 是吧 是我的这个房子 hello 需要租房子吗 是不是 他问我 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工人员里面有个活动 谢谢你的信息 好像跟这些路人聊天 他没有办法满足我 我的那个 租房 我以为就是跟他们聊天 我就可以把这个房子给租出去了 但是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这个地方可以买车啊 我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买一辆车要多少钱 我这2万多能不能买一辆车 这个要5万啊 这些车 9万啊 2万7啊 14万这里的车根本买不起 这样吧美女我门口有一辆车 我把我家里的车卖给你吧 7500块反正也开不了 卖给你 好吧 我要把用这些钱 去赚更多的钱 有没有人来出租我的这个房子呀 这样吧我调一下价格调到2000 就已经很便宜了 发送一下广告了 2000都没有人 要来搜吗 看一下加密货币 你看 这个涨到26了 这个跌到1100 这个跌到400多了 哦 找到家居店了 可以来添加一些家居 你好呀 我想买新的家居 我要在这个地方 哦 那其实我可以买一张床呢 这个床也太贵了 3000块钱 买一个800的沙发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买一个1000块钱的床 有吗 1300的床 1200的床 800的床 就买这个 好 谢谢你啊 我 我东西买到哪了 是这个不 OK 把这个床 给拿着了 我得扛回去啊 我太 我还能坐公交不 我 我这一来回一回 10块钱的成本 我床呢 你这个就不能送货上门吗 不能 不能坐上公交车啊 我得走回去啊 放个沙发 在正中央 哎呦 现在这个租金可以变得更贵了 但是 没人来租啊 直接 2300块 都算便宜的 不是这个东西就不能送货上门吗 确实有一些难受啊 我不会这个房子 到时候 都租不出去吧 来啊 床也来了 好吧 床 我们这房子都可以租到2800了现在 怎么还没人来租啊 我们现在就2300的价格 家具齐全 是不是 我们直接就2500吧 也算便宜的了 再看一下加密货币就涨到28了 朋友们 我的天呐 全部卖了 看一下 哇哦 全部卖掉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赚的钱 再去买这个 300多块的 好吧 300多块的这个比特币 第二天绝对暴涨 我们直接买一万的 因为这个房子租不出去了 我们得想办法赚钱啊 走极端 我们我们再去那个这个这个赌场看一看 好吧 这个里面玩什么 我这个里面 这里面玩什么项目呢一般都是 老虎鸡 这个我再好 直接来一下 几块钱一次啊 50一次 咱们凑个准备 剩到一万块钱 我感觉了就是这一下 中大奖了 好的 这个就是纯靠运气的 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技术型的游戏 这个是什么 哦 21点 来个100的 好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我这个是9 我还要 19 我不要了 16 赢下 赢下 好吧 2000 来 4 4 5 5 还要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 8加5 8加5 13 啊 13 还要一张 我现在17啊 我不能再要了 这样要爆了 算了就这样吧 我又赢了 他爆了 我是赌胜啊 朋友们 要见好就收的 但是我觉得我运气来了 3000 交易 10点了 我21点了 我20点了 我20点了 你怎么玩 哦 他有可能21点的 你18 你肯定爆了呀 哦 6000了 好像 租房子也不是很赚钱啊 这个 我回家睡觉了 老婆找我了 我的天 这你能想得到吗 钱变多了 我们主业压根没赚到钱 我得给家里面的这个老婆说说话吧 这老婆 我一回家你就 洗澡 不行 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李娜 今天过得怎么样 太棒了 你怎么样 他一天都在想我啊 那怎么说 你能给我一些钱吗 哦 你能给我一些钱吗 他真有啊 1000多1000多真不用 啊 你可以保留这个 哦 这个好妻子 他把钱都要给我了 这是丈夫的这个事业啊 太棒了 那我要睡觉啊 太累了 今天 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房子能出租出去啊 我每天还要付这个税费啊 对吧 我怎么损失了27000啊 我干嘛了 哦 我买 我买股票了 对了 新的邮件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邮件 今天有个仓库大战 一定要去看一看 那我先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加密货币 他怎么还在跌啊 没事的啊 他会慢慢涨的 对吧 我们再买入一些 对吧 再买入一些 拍卖即将开始 我们还要去看拍卖啊 那就在我们家旁边啊 这个地方 其实 这主页 咱们是一点都没做 我发现了 哦 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压根就没来我的办公室 工作过 朋友们 难怪我这个房子出租不出去啊 啊 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接待我的顾客的 怎么帮你 他想租这个房子租8天 哦 原来 原来一直在这个地方 对不起 办公室原来 莫名其妙的原来啊 这个租房子原来那么好租啊 我 我以为我是这个广告怎么没有用呢 一切都是乌龙啊 我们来这个地方 看一看啊 有拍卖啊 拍卖仓库啊 我要找谁拍卖呢 这是售票员 首先一百块钱 给你了 我这一万多 能不能拍下这些仓库啊 这些仓库里面 肯定有宝藏呢 朋友们 好吧 他应该要先把这个仓库打开 我们可以哦 这啥都看不见啊 全是集装箱啊 没有人出价吗 直接出到一千多块钱了 我们先等一等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人的这个实力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不出价 一千九 买了一千九就买到了 这也太便宜了 那对于我来说没钱啊 一千多 这个我要一千一百四十四 一千二 还在叫 一千五 我觉得差不多两千块钱 这个箱子应该能 两千五吧 两千五应该能买得下来 两千二应该没人叫价了 刚一千六都被买 两千四 那这个东西里面应该有好货 两千七 好吧 两千九 你们怎么回事啊 三千二 我买拍卖这个东西 有个心理价位 超过五千 我不买啊 三千七了 不能上头啊 超过五千 你们是不是 有 我 买下来了 买下来了 哎呀 那我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啊 剩下的这个 都我都不看了 八百 好吧 我反正就买一个就可以了 啊 一千九 我看一下你们到底 哎 为什么有我参与的 就拍到那么高啊 你们两千块钱就买下来了 绝对有问题啊 我感觉我被坑猛拐骗了 被做局了 这六百就买下来了 是人啊 那个箱子好像送到我家门口了 朋友们 我们打开看一看吧 里面要是有值钱的东西 我们就发财了 租房子赚什么钱啊 租房子赚的钱也太少了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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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灯啊 我好像在这个里面看到过啊 这个灯 我们找一找啊 还有个市场价的啊 让我找一下 那么多蜡烛的灯 一万 这个灯 一万 哦 我赚了 这个重生的太好了 我再看一下我的加密货币 噢 Shit 没事啊 我们 长期持有 好吧 长期持有 相信我 没有问题的 呃 那今天怎么办呢 八千多块钱啊 总感觉 呃 房子也租不掉了 我们去这个 郊区看看 我们还是不能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郊区也太郊了吧 什么都没有啊 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能不能八千块钱左右拿下一套房子啊 八千能不能拿下一套 啊 这都没什么人站出来说要出租啊 哎 这有个大哥 你这房子感觉还挺好的 怎么说 四万多 你都住郊区了 再见 这个破破烂烂的在这个旁边 两千块钱我都嫌贵 要八千四啊 但是他房子是干净的 我我我四千行不行 你四千 可以吗 四千能租吗 好吧 再会 没有办法啦 朋友们 我只能快速的让我的这个金钱翻倍了 要不然我现在这个房子没法租啊 租不起啊 嗨啊 哈喽啊 来到这个地方跟来到自己家一样的啊 最近手里有点紧 来这个地方超级翻倍一下 雷 你今天过得还好吗 很无聊是吧 没钱了 什么叫又要钱啊 对吧 上次都没找你要一千二百多 见一下啦 哎 其实我是有钱的 我想起来了 我的这个加密货币里面有钱啊 加密货币怎么只有两百六十八了 哎 那时候好像是三百五十块啊 反正狗狗币没跌 市场的周期啊是漂浮不定的 朋友们啊 不要看我现在确实 亏了一些钱 很惨啊 吃点薯片喝个可乐啊 再加一下这个保湿度 但是呢 我们有房子出租的一天两千五呢 这个钱对对于我来说 看一下我的房屋性 租个十天就够了 就能赚赚回本了 吹胶吧 第二天早上去请啊 股票就该涨了 啊 股票就该涨了 就要发财了 怎么不付租金啊 这个吗 还在跌 不可能 不可能跌的 不可能再跌了 两百多 我觉得已经 跌到底了 哦 我每天要收租 这个游戏还要每天去收租啊 还挺有意思的 哎呀 怎么样啊 在这个地方住的如何 该交租金了 哎 你好 准备付 哦 每天付房租 真棒 那这个每天 付房租 如果说我的房 房子很多的话 不是一天 全部在这个地方收房租了 我来检查一下 我下巴呢 你卖了 啊 说话 太疯狂了 我得找点事做朋友们 但是我不能再去这个赌场了 我在赌场损失的太多了 我把那个狗给拐回来吧 对吧 花500块钱弄个狗 不是挺好的 是吧 所以说 远离赌博啊 赌博是不对的 把那个小狼狗 给弄回来 啊 怎么样 提个名 你叫小小小小小小小猪啊 摸一摸小猪 可以的 小猪现在很喜欢我 没有食物给他了 加油站 不开门不卖吃的 这个加油站 哦 这里可以卖吃的 买点巧克力 薯片 甜甜圈 是我身上这个东西就可以喂他这个狗吗 这狗狗 哈喽 再给你点食物 啊 耶 我驯服了 这是狗 叫他 小红 怎么卡住了 RED 啊 英文才可以 那你 你给我回家呗 知道为什么要起名叫小红吗 因为 我觉得 他肯定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我买的这些加密货币 也能红红火火 啊 所以现在打开看一下啊 现在多少钱了 今天一天都快结束了 二百一了 快离半了 相信我 判断 小红跟我回家 没准你到家之后 我们这只股票就起飞了 好吧 第二天 哥们直接去租一个大house 再把它转租出去 这个钱啊 就跟泉水一样的 喷涌而出 怎么又有人在我门口扔垃圾 烦死了 小红 夹到喽 走的有点慢 现在我再看一下吧 小红 到家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 怎么穿墙了 开不开心 狗也有了 媳妇也有了 对吧 哎呀 媳妇今天 媳妇也不出去上班 媳妇你还有钱不 哎又有钱了 媳妇500多 算了 存着吧 存多一点 媳妇 他很无理 我们跟媳妇多聊聊天啊 我想看电影了 你可以陪我吗 嗯 什么意思 不是在下面看电影吗 啊 上楼看电影吗 哎 他不理我啊 他有工作要做 我在等你 好冷漠啊 好吧 回头见 陌生人 叫陌生人 我要睡觉了 好了 朋友们 成败 再次一举 拿开我的平板电脑 再检查一下 加密货币时刻 这都长到34了吗 哎有没有天理了 朋友们 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啊 想转世到别的地方去了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还想继续看到我来这个里面做这个房产中介的话呢 不妨一键三连 或者说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都是可以的 那么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